在实数线上 令AB两点在数线上的坐标分别为AB 若P点在线段AB之间 使得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N比N 则P点的坐标即为N加N分之NA加NB 这就是实数线上 这就是实数线上的分点公式 例如 数线上A点的坐标为4 B点的坐标为20 若P在线段AB之间 满足线段长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5比3 则P点的坐标即为5加3分之3乘以4加5乘以20 等于8分之112等于14 数线上的分点公式告诉我们 只要能够知道线段PA与线段PB的比例 则内分点P的坐标即可透过AB两点在竖线上的坐标来求得 我们好奇这样的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在坐标平面上是否仍保有类似的关系 在坐标平面上将X轴视为数线 令A的坐标为A0 B的坐标为B0 若P在线段AB之间 满足线段长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N比N 根据数线上的分点公式 可知P点的坐标为M加N分之NA加MB0 令O为原点 根据向量的系数机与坐标表示法 可得知向量OP等于M加N分之N乘以向量OA 加M加N分之M乘以向量OB 其中线性组合的系数与线段的比例有直接的相关性 接下来我们将说明 此线性组合关系在坐标平面上具有一般性 先看以下的例子 令AB为坐标平面上相议两点 P点为线段AB的内分点 其中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5比3 令O为平面上任意一点 我们考虑将向量OP表示为向量OA与向量OB的线性组合 根据向量的减法 可知向量AB等于向量OB减向量OA 再根据线段比例关系 可知向量IP等于5分之5向量AB 等于5分之5乘以括号向量OB减向量OA 因为向量OP等于向量OA加向量AP 将向量AP替换之后 可得向量OA加5分之5乘以括号向量OB减向量OA 等于8分之3向量OA加5分之5向量OB 由此可知 向量OP等于8分之3向量OA加5分之5向量OB 其中线性组合的系数 8分之3与8分之5皆与线段比例有密切关系 让我们来看一般的情形 实际关系 令AB为坐标平面上相议两点 P为线段AB的内分点 其中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M比N 令O为平面上任意一点 考虑将向量OP表示为向量OA与向量OB的线性组合 根据向量的减法 可知向量AB等于向量OB减向量OA 再根据线段比例关系 可知向量AP等于M加N分之M向量AB 等于M加N分之M乘以括号向量OB减向量OA 因为向量OP等于向量OA加向量AP 将向量AP替换之后 可得向量OA加M加N分之M乘以括号向量OB减向量OA 等于M加N分之N向量OA加M加N分之M向量OB 由此可知向量OP等于M加N分之N向量OA加M加N分之M向量OB 其中线性组合的系数M加N分之N与M加N分之M 可直接由线段比例求得 只要给定线段的比例 则可以直接求得线性组合的系数 我们将这样的结果称为向量的分点公式 向量的分点公式说明了 当P为线段AB的内分点 满足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M比N 则向量OP等于M加N分之N向量OA加M向量OB 倘若我们将O视为圆点 则向量OP、向量OA与向量OB的坐标表示法 即分别为P、A与B点的坐标 若A点的坐标为A1、A2 B点的坐标为B1、B2 则P点的坐标即为M加N分之NA加MB 等于M加N分之NA1加MB1、M加N分之NA2加MB2 我们可以发现此结果与在竖线上的分点公式有一致性 并将此结果称为平面坐标的分点公式 特殊情况 若P为线段AB的内分点 满足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1比1 则可知P点的坐标即为2分之A加B 等于2分之AD加B1、2分之A2加B2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终点公式 令O为坐标平面上的圆点 A点的坐标为-4、3 B点的坐标为6、18 当P为线段AB的内分点 满足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2比3 试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若向量OP等于X向量OA加Y向量OB 则实数XY的值为何 第二题 P点坐标为何 解答 第一题 向量OP等于5分之3向量OA加5分之2向量OB 第二题 P点坐标为09 在了解了向量的分点公式之后 在几何上即可以得到许多有趣的结论 这里我们以三角形的重心为例 重心是三角形三条中线的焦点 另三角形ABC的重心为G 且P点为直线CG与线段AB的焦点 可知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1比1 与线段CG比线段GP等于2比1 根据向量的分点公式 可知向量CP等于2分之1向量CA加2分之1向量CB 因为线段CG比线段GP等于2比1 所以向量CG等于3分之2向量CP 将向量CP替换之后 可得2分之2乘以括号 2分之1向量CA加2分之1向量CB 等于3分之1向量CA加3分之1向量CB 因为向量CG等于3分之1向量CA加3分之1向量CB 令O为任意一点 透过向量的拆解 可得向量OG减向量OC等于3分之1括号 向量OA减向量OC加3分之1括号 向量OB减向量OC 一项整理后即为向量OG等于3分之1括号 向量OA加向量OB加向量OC 若将O视为原点 则此关系是表示 G等于3分之1乘以括号A加B加C 一级重心G的坐标为三顶点ABC坐标的平均值 也就是当三顶点的坐标为A1A2 B1B2与C1C2时 则重心坐标即为 3分之A1加B1加C1 3分之A2加B2加C2 我们将此结果称为 三角形的重心坐标公式 另外因为向量OG等于3分之1括号 向量OA加向量OB加向量OC 若将O视为重心G 则可得向量GG等于3分之1 向量GA加向量GB加向量GC 以及向量GA加向量GB加向量GC 等于0向量 也就是重心到三顶点的向量合力为0 这也表示若三角形是质量均匀分布 其重心就是三角形的质量分布中心 令AB为坐标平面上相议两点 P为线段AB的内分点 其中线段AP比线段PB等于M比N 则有以下结论 1.线性组合的系数可以直接由线段比例求得 其中向量OP等于M加N分之N向量OA加M加N分之M向量OB 此结果称为向量的分点公式 2.若A的坐标为A1A2 B的坐标为B1B2 则P点的坐标即为M加N分之NA1加MB1 M加N分之NA2加MB2 此结果称为平面坐标的分点公式 令G为三角形ABC的重心O为任意一点 则有以下结论 1.向量OG等于三分之一 划号向量OA加向量OP加向量OC 横成立 2.重心G的坐标为三顶点ABC坐标的平均值 2.重心G的坐标的平均值